哈囉大家好我是PF好久不見了各位 在剛剛看完暗黑破愛神的發表會之後呢 他的官網也順便更新了惡意魔賽季的詳細內容嗎 他是在7月20號的太平洋時間在13天又4個小時後開始 那我這邊算了一下大概是在7月20號的凌晨2點 總覺得又要到天亮了 對這滿變態的 內容的部分的話呢他第一講的是 極惡威脅進發 簡單的說應該就是有新型態的怪物出現了啦 對那但是是什麼樣的他人家也沒有講得很清楚 我們就只能到時候再說了 好啦那賽季特色有什麼呢 首先是全新的任務線我在想會不會是主線的第7章 或是DLO就是那種旁支 比較大型的支線任務之類的 反正應該是解完任務給你經驗值 或者是更了解這個遊戲的全貌一個劇情的地方 再來呢是這個賽季裡面 唯一一個跟能力有關係的更新 叫做惡意模型還是新能力 擊敗這些強大的腐敗敵人呢 駕馭他們的惡意模型 超過三種全新的惡意能力等你來驅測 他這邊有說很像是在一般地層裡面的任務也會有 在小地層的裡面很像也會掉 反正呢我們這邊有30個東西可以用 好了然後他在他的官方介紹裡面呢 有顯示出其中一個他這邊有說 有等級的部分 代表說他應該是可以升級的 又或者是像裝備一樣直接給他打到的 裝備呢也有強度 因為畢竟他的展示影片用的是還蠻初期的角色 然後這邊有說是只要暴擊的話 會讓怪物有感電的能力嗎 然後持續2.89秒 然後怪物跟怪物之間的會產生電弧 造成64點傷害 簡單來說應該就是增加清兵的能力 但是這個東西呢 是裝備在你的飾品傘上面的 所以很像只能裝備3顆 而至於那個顆數的顏色是怎樣的 可能感覺到遊戲之後才能夠知道 畢竟他沒有講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好接著我們回來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好接著我們回來這邊繼續看一下 他說全新的首領戰 該不會是新的BOSS吧 還是說什麼 反正感覺就是多一個傳奇可以打裝備的地方 再來是全新的裝備 大家應該也最期待這個 不過他說的是六件全新的獨特物品可供發掘 不知道他說的是各個角色的暗金裝呢 還是說原本就有的那傳說中的六件套 再多的額外的六件套 那個打到一個就可以發家致富的東西呢 這個東西也還不知道只能夠更新之後才能夠玩 然後還有七個全新的傳奇精華可依局賽季中可以看到 那這個東西他這邊也先露了兩個 這邊有看到他有放職業這個地方 這個職業的話應該是野蠻人 他說可以召喚4名什麼東西 他們會衝鋒造成傷害正常傷害的50% 這感覺也是未來可以打到的名印對不對 然後另外一個的話是德魯伊 德魯伊的技能是說會施放在我的周圍施放三崩 土系的技能對中毒的敵人造成傷害提高10% 我也不知道這是真的來打的 因為畢竟德魯伊我不是很熟 那還有其他幾個技能應該都會在通行陣的這邊可以拿到 那應該也會變成一個名印的方式讓大家去打到吧 不然的話只有在裡面裡面的數值又特別低 又不是像其他有些數值可以廣上增加 好那接著繼續看下去的話是賽季里程全新的傳奇精華 剛剛那邊看過嘛精通的頭銜應該是我們頭上的那個 第二個名字然後可以免費的重置技能和巔峰版面 主要是不用花金幣但是很像沒有講到倉庫 也沒有講到世界舞 而且呢也沒有新職業 所以說到底呢我們是不是還是在玩舊職業 可能就是玩個不同流派 可是東西又不能互通等於是要全部重練 好啦這邊有說賽季的祝福 算是這個賽季裡面我覺得最重要最重要的東西 他這邊也有先露出來了 最基本的呢就是我們的經驗值增加 他有說殺怪的經驗值增加 他這邊有說可以升級4次 那每一次呢是加3%而已 所以我們今天如果給他升滿的話呢 是可以給他加12% 我們需要消耗這個東西才可以 那這個東西怎麼得呢 等一下也會說到基本上 只要你有玩那個通行陣的話 都可以給他全部升好升滿的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是我們在販賣的東西裡面 錢會變多每一等是加5% 所以代表說我們的金錢可以比現在還要多20% 那接著呢是提高我們把武器拆掉之後的材料 他這邊每一等呢是加10% 不知道是機率翻倍還是說就是加數量40% 不過他基本上都只給一個而已啊 所以感覺應該是機率翻倍應該會比較適合吧 好那接著的話呢 是我們的藥水持續時間的這個還不錯 我們原本是30分鐘嘛對不對 這每升一等是加15% 所以可以加到60% 所以30分鐘的話呢會變成48分鐘 我這個數字有點討厭 為什麼不乾脆直接25%直接加一倍就好了呢 好那最後一個的話呢是增加惡意魔星的掉落機率 然後每一等的話呢是加5% 總共是可以加到20% 那每一外的話基本上應該都是經驗值先給他上去啦 經驗值上去之後呢應該就是錢了吧 我覺得錢應該是非常非常的虧 還有這個也不錯啊 應該是這兩個吧 這兩個在練功 可是其實還有因為藥水液已經夠多 那應該是這兩個會比較香 然後升滿之後呢就把剩下給他升滿這樣子 好然後是賽季頭銜 這不就是一模一樣的東西吧 都是頭銜 那這邊的話呢 最後的話呢是服裝和武器的塑形 簡單來說就是外觀裝備啦 那這一次通行證的話沒有給任何的額外能力 唯有的能力呢是賽季祝福而已 所以其實這次通行證很像沒有 真的沒有Pay to Win的機制在裡面 好啦最後的話呢是特級通行證 主要上面的話應該是免費通行證 也可以拿滿拿好拿滿的 那這個裝備的話很像也是免費的 但是如果你有付費的話呢 你的造型就會比較浮誇一點 而且5個職業都可以用 我們的野馬呢也有新的 坐騎呢也會有新的 最後一個坐騎的話這個造型還蠻帥的 這應該是第90等還是80等的坐騎 好然後一樣全部的造型所有職業都有 每個職業沒有拉掉 然後一樣就是我們的動作 也都會放在通行證裡面 通行證以公平而言是還蠻公形的啦 好啦那最後的話呢是比較大通行證 但是他這邊好像沒有寫完 他這邊完全沒有打勾 不知道他比較是比較什麼的 這基本上應該是每個都有啦 我們的悶然灰燼 那悶然灰燼是用來升級我們的賽季祝福的 但是就怕這個東西我今天升級一個 然後可能第二集會 難道會兩個嗎 會三個嗎 如果他都是一個的話呢 我們這全部可以審滿沒有錯 但是如果他的東西有給他越來越多的話呢 那基本上應該大家都用經驗了 除非他可以把等級往下拉 再升級其他的 那這樣的話或許還行 好啦那接下來的話 免費的軌跡 他這個翻譯怪怪的 應該說免費的東西總共有27個 包含悶然灰燼 防具塑型跟頭銜等豐富的獎品 但是要說啦 他如果今天花錢的話呢 多了63個 所以我們等級應該是90個等級 沒有錯 那這邊的話呢 就不包含悶然灰燼 就代表著說我們悶然灰燼 應該在免費的話 也可以直接上去就對了 不用擔心說你一定要課金 才可以拿到所有的祝福 然後每個職業的 冷鐵防護套裝 基礎版跟覺醒版 這應該都是要付錢才會有的啦 這下面都是要付錢的 24跳階的話 應該就是要到加速戰鬥通行陣 這應該寫的非常明顯 然後準備開戰的表情動作 應該也是在加速 他這邊其實都已經寫好寫滿了 那最後的話是常見問題 他就說 賽季開始後只要登入遊戲 並創造新的角色 新的賽季角色就可以開始了 但是如果我沒有完成角色的劇情的話 則需要以一個角色完成劇情 才可以進行賽季的內容 所以說其實我還是可以到賽季的地方 但是我的主線一定要走完 才可以走賽季是不是 然後所有賽季的角色 都會自動獲得免費的戰鬥通行陣 購買特級或加速通行陣的時候 獲取額外獎勵 總之他的翻譯都怪怪的 然後賽季結束後 我的角色進度會怎麼辦呢 他說我們的角色進度就會回到原本的地方去 所以真的是一個新伺服器 然後玩完之後又會回到舊伺服器 然後隨時可以在我們的原本的伺服器玩這個角色 但是他有一些功能沒有 因為這一次的功能是惡意魔星嘛 他這邊有說惡意魔星就將此消失 會直接從寶珠的鑲嵌中移除 感染的插槽會變回正常的插槽 哦原來那個插槽是感染 所以我們就不能再裝護甲250 好那這邊是那第三點是要如何進行戰鬥通行陣的進度 什麼是恩惠 這應該就是所謂的任務啦 只要達成他的任務我們就可以升級 當然也可以花200金幣直接來跳過戰鬥通行陣 所以我們也可以直接花9000 18000金幣就可以直接把賽季通行陣拿好拿 代表說我們要如果跳90階的話 只要花兩單多的價格 就可以在賽季出的時候把所有通行陣直接拉到滿值 我覺得我還是慢慢練好了 又或者直接用加速通行陣可能會比較快一點點 然後悶男灰燼是什麼 他說可以賺取當季稱為賽季祝福的特性 就是剛剛說的就是這個地方 然後玩家可以通過解任務可以拿到灰燼 然後透過收集灰燼可以對賽季角色加成 這些加成會持續整個賽季 但是只適用於這個角色 而且只有這個賽季 所以下個賽季又要再重新加成一次 從不是跳街應該是直接升級的意思 然後原本預購的附帶戰鬥通行陣 任何數位豪華版和終極版的話 我要如何兌換呢 如果你已經預購的話 賽季界面按購買按鈕 將會替代為啟動 好啦這個簡單來說就是不會出事啦 就是從購買變成啟動而已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了 不過他在這個頁面裡面 完全沒有說到我們的地程啊 地區進度那些要不要重跑 不過在他的影片裡面是有說到的是說 可以繼承 所以完全不用重跑 只要先上線我們的角色就可以了 他這邊有說是7月18號之後啦 不過這個東西也是到時候 應該會有更詳細的說明出來才對 不然的話到時候要重跑的話 可能會非常非常的崩潰 那這邊他已經有說不用啦 所以應該就是不用了沒有錯啦 好啦那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官方給的一些畫面吧 好啦那這邊可以看到 官方洩漏出來的賽季的介面啦 那可以看到右邊的話就是任務 他只要完成9個任務就可以結束了耶 甚至說只要完成7個任務 就可以去解鎖下一個章節 然後我們就可以拿到左下角的東西 那這個任務內容都還算簡單了 不過這是第一章節 可以看到上面的畫面 不知道這是章節呢 還是說這是賽季任務的章節而已 應該是跟主線任務沒有關係 只要我們解完的話 應該就可以提早到下一個章節 第一個應該是跟場景互動 什麼絞型架的 那我們知道互動一下就可以把它弄壞了 第二個的話是獲得這一次的惡意模型 他說只要能夠完成地牢 或是最後都可以拿到 應該也是很簡單啦 然後第二個的話 第三個的話是隨機完成一個地牢 沒錯就是這麼的簡單 所以地牢還要重打嘛 還是說其實就是再打一遍就好了 然後這邊還有說什麼 在碎峰嶺那邊完成三個地牢 然後完成一個小小的小地牢 然後呢解一個支線 最後的話是收集伊卡滴雨鑰匙 在哪裡 他也跟你講在哪裡買 不知道會不會自動打航啦 應該是不會吧 好那接著有露出一些介面 他這邊有看到 左邊的話應該就是進度 左中的話應該就是賽季的祝福 還有看你目前的祝福有哪些 那下面的話呢就是我們的獎勵的 那獎勵的話一共有90等 那可以看到免費可以拿到的武器 跟付費可以拿到的武器相比而言 怎麼覺得免費的非常非常的寒酸 對然後我們只要到8等就可以拿到一個 灰燼就可以去升級了 所以我們一開始拿到 每8等一個 然後這裡可以拿到20個 還是說他一口氣就給你8個 沒有他就是一等然後8顆而已 好啦可能後面等級的話會給的比較多啦 那那個造型的話也蠻帥的 只不過造型都沒有能力啦 這個東西就是慢慢的收集 如果你有花錢的話就給他收集一下 他這邊有展示幾個造型啊 造型的話呢就是全部都通用的 這是一等的馬的造型還有我們馬的防具 然後呢這邊直接展示出了一個大媽的外觀 那其他所有角色都也有用 那這應該是死亡的那個墓碑 那最後的話呢也是一個面具 那每一個角色呢都會有 算是每個角色都照顧到的 是還蠻帥的 然後最後這個造型真的是有點帥 總覺得到後面 就會每個人都騎這隻馬了 好啦以上就是賽季的所有內容嘛 其實最主要的就是沒有新角色嘛 也沒有世界五嘛所以物品強度依舊嘛 我們都是去新伺服器 然後再玩舊的職業 然後再看你要玩一個全新的流派 還是舊的職業把它玩得更強 畢竟我們有惡意模型這個東西 可以讓能力變得更強 或許還有精華還有傳說中的那六件 新的獨特的安靜裝 或者可以讓舊的角色一些新的流派 可以玩得起來之類的也說不定 好啦以上就是我們的更新內容啦 我是PFY 如果什麼想留言的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還可以的話 那麼給這支影片個讚呢 我們就下支影片的見了 3 2 1 掰掰 請讓你再組一點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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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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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5 6 5 8 6 6 7 7